在這裏要再次感謝大家的生日祝福 沒錯, 今年叔叔36歲了, 東西開始走下坡了 今天就做一個英國和澳洲都很有名的小食 如果你讀過寄宿學校的話, 這個簡直是一個噩夢 這個就是一個迷你版的Sausage Roll 一起看如何做 首先我們要先切洋蔥 然後就是一條西芹, 切碎 中火燒熱的鍋子, 加少許油 再加多20克牛油 再倒入西芹和洋蔥, 炒5分鐘 很多年輕人今時今日都對結婚這件事很存疑 我最近去越南的時候, 收到一個網友的留言 他覺得結婚這件事很兒戲 人們結完, 隔不夠幾年不適合就離婚 還有問我當初有沒有想過不結婚呢 其實結婚這件事, 我從小到大都不太抗拒 是想結婚的 原因就是可能是因為長大環境 其實叔叔是兒子 我小時候很少見到我爸爸 一個星期只見一次, 只是星期六喝茶 如果幸運的話, 就一個星期見到兩次 直到我20歲的時候, 爸爸閃閃了 所以我看到爸爸的日子 可能只有年多 先說清楚一點, 他閃閃不是說他死了 他離開了家庭 他兩年前才過世 這件事很慘 小時候三、四年班的時候 可能會去同學家裡開派對 或者去朋友家裡睡覺 即是過夜 看到人家這麼開心 即是家人坐在一起 有說有笑 爸爸又會跟子女玩一下 那為什麼我沒有呢 所以那時候很小時候 我很想有自己一個家庭 即是開心的家庭 還有我有五個舅父 有四個都結婚 有一個就沒有結婚, 大舅父 分別是看到的 以往會一起出來拜年 一起喝茶全家 那個人永遠都是自己一個來 自己一個走 相反我其他舅父 也有生兒子 有些交流 就好像熱鬧一點 開心一點 我大舅父早幾年就有癌症 就進了將軍澳那間零實醫院 進了零實醫院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我有一次就自己一個人去看他 那次都差不多了 那看到他一個人躺在床上 沒有人理他 沒有人幫他 很無助 那些護士又幫他抹身 你知道那些護士 不會理你 不會和你遷就 不斷抹身 他那個人說痛到混蛋 但又說不到話 那是很可憐的 在你離開的時候 沒有一些自親的人 在你身邊照料理 其實是孤獨 可以這樣說 那都是這兩件事 令到我會想去結婚 或者組織一個家庭 那你可能會說 車子這些東西 不用結婚的 同居也可以 對吧 那都可以的 即是你們兩個有共識 就行了 但是有哪個女人不想結婚 即是穿一次婚紗 說一次我願意 被人叫什麼太太太 如果你的女兒是 和你一起很多年 即是給了女人最寶貴的東西 青春 那你給回個名分 人也應該的 感情或者婚姻 就不要看得太悲觀 即是不要因為一些未知數 而去影響到你對將來的決策 不是每個人都會離婚 不是每個人都會去歐老 又不知道怎樣 總會有些好的例子 總會有些開心的家庭 就是這樣 即是樂觀一點去面對 做什麼都一樣 樂觀才可以成事 對吧 煮東西吃 好了 現在五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放兩茶匙的醃汁 煮多一分鐘 繞一繞 就可以關火 放在一旁 好了 現在就要拌那堂 最好就是買鮮豬肉腸 如果買不到的話 用麵子豬肉也可以 大約四百克 用刀割一下 去到一塊衣 然後放進碗裡 這次我們做這個 是迷你版 為免肉焗出來之後 太乾身 我們會加多一點油份 這裡有三條的 Pancetta 我們就把它切成小塊 切成小塊 然後就有六七塊的Sage 薯尾草 它跟豬肉很搭的味道 這樣也是 剁碎它 然後放進碗裡 兩茶匙的芥辣粉 還有少許鹽 再來就是麵包糠 我喜歡用日本的 要兩湯匙 再倒入剛才炒起的洋蔥和西芹 然後就可以拌勻 怎樣知道彈夜的味道是對的呢 你就可以放一根出來 煎熟它試一下 你可以略略知道味道是怎樣 再因應自己的口味 再攪拌它 現在就要做個卷了 我們就要少少麵粉 還有兩塊酥皮 我們買現成急凍的就可以了 拿起豬肉 就可以鋪上去酥皮 你看到我不是把豬肉放在最底 我會留下大約一寸的空間 到時就可以捲它上去 就是這樣鋪它 做得很漂亮 平均的 這樣就可以了 蛋液 就可以在酥皮上塗一層 然後就可以抽起底部的酥皮 再捲過去 捲過去之後 就要加一些酥皮 我們要確定它們是接合的 如果不是 它焗出來的時候 就會爆開了 釘仔之後 就可以在旁邊割一刀 一個卷就完成了 我們要做其他那些 這個份量 你可以做到 24粒這些迷你卷 一般開派對都很足夠 這個時候我們就上保鮮紙 然後放進冰箱裡 放進冰箱裡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就可以切它 都是切尺寸的 一條可以開到八塊 塗些蛋液在上高 也可以加些材料 例如芝麻 或者回香種子 但我不用了 我喜歡比較淡 現在就可以拿去焗了 放進冰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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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七分鐘 二十分鐘 讓它變成熟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迷你版的 鷹式豬肉卷就是這樣 不要馬上吃 先放它半個小時 不是熱吃的 吃的時候 就蘸一下茄汁 或者粘土醬 這樣就可以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